为美国前总统汤普支付法律费用的政治团体 在20号报告指 汤普在3月份支出了超过360万美元的律师费用 数据更显示 汤普花费在应对诉讼方面的费用 使得和竞争资金大幅出现的缩损 根据特朗普拯救美国联合筹款委员会的报告 汤普所面临的四项的刑事审判 正在快速地消耗其可用于被竞选的资金 拯救美国委员会也是特朗普宣布在参选前的最大的筹款组织 这个资金主要来源是一些小额的捐助者 现在也逐渐变得入不敷出 与此同时 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所披露的信息更显示了 特朗普的政治运作也正在面临资金方面的挑战 其竞选团队在3月份筹集到了1500万美元 这略高于2月份的数据 但这不足以来弥补 他和拜登在资金方面的差距 拜登在筹款方面一直是具备优势的 而目前看来这个差距还在逐步的扩大当中